在观察与操战题材相关的影视剧时,常常听到日军部队编制中军藏这个称呼,军槽一般都是用在日军小头目的身上。 在日军军官等级中,有家、左、外,显然军槽的等级在以上三种军邪之下,但是,军槽又能指挥一定数量的士兵,那么,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吗? 要弄清军槽的关节,还得从都日本陆军的编制军线谈起。 日本从幕府时代末期,就开始借鉴欧类等国的建军、制军经验,对本国军队进行改革。 其中,对军队的集闲设置在很大程度上,效仿了欧美等国的做法。 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,军队军线设置,也在一些方面,体现出某种民族性。 操作等军等级的设置,就是日军民族性的表现特定之一。 制本陆军军写等级,设置为六等十六级。 其中,军官分为将、左、位三等、共九级,即大将、中将、少将、大佐、中佐、少佐、大卫、中卫、少卫、士兵分为准士官、夏土、兵足三等、共七级,即特务操长、上等兵工长。 曹长、一等工长、军曹、二等工长、五常、三等工长、上等兵、一等兵、二等兵。 由此可见,军曹不属于军官,而是士官。 军官,由天皇亲自下召任命,称是任官。 左、卫军官,由大臣奏请天皇批准任命,称奏任官。 士官和下士,由相应聚。 由任免全线的奏任官批准任命。 军族,通朝二年线晋升。 中将至少卫分为八个等级,都称为高等官。 大教丹烈武,称之为金运官。 日本军队的左官,相当于欧美等国的校官。 大、中、少佐,即相当于土、中、少校。 特务曹长和兵曹长,相当于欧美等国的准备军行,但特务曹长比兵曹长地位略高。 军曹相当于上市或中市,武长则相当于下市。 军曹在日军中能担任分队长,可以指挥其装满园的12名军人。 如果包括军曹自身,则是编制数三人,基本上是贵子一个炮楼的驻驾人数。 然而再配上两三倍人数的伪军,基本上能控制着一个正大小的地方,方圆室多里都是其管控范围。 中关二战期间,日本陆军军前的设置情况,我们不仅可知军曹这个宫的大小,而且可以从中了解日本陆军兵种编制的大概轮廓,这对我们全面知晓就日本军队的概况也有所帮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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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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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